如果说你打放牌的知识是这样 狗刨似的 或者说啊 这样偷心似的 那么暴地劝你 只好中午开车 因为早晚会出事 更多刚打来驾照的新手 可能说在家校根本没有学过 正确打放牌的知识 再或者说家校学车的时候啊 速度很慢 对不对 你打放牌慢一点啊 你怎么打都没关系 而实际上路以后 面对各种各样的路况和车流 咱们打放牌的弊端也就显露了出来 比如说急转弯时 很多朋友都会变成这样啊 这样死亡交叉式 两个胳膊仿佛要打架一样 其实啊 这都是因为你没有掌握 放牌正确的操作方法 那么接下来暴地就现场 手把手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放牌正确的操作方法 新手上路前建议看一看 基础知识掌握好 才能避免路上存在的安全隐患 首先当我们上车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说 调整好一个合理的坐姿 你坐姿如果说你调节不好啊 你放牌怎么打都是白费 对不对 很简单 咱们坐在座椅上以后 先调节咱们上下的一个坐姿 标准就是咱们驾驶员 坐在座椅上 目光往前看 看到的刚好是咱们挡方玻璃 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 并且呢 能够看到咱们吃头引擎盖 这才是刚好 最后呢 调节坐于前后的这个距离 咱们啊 把这个脚啊 右脚这样踩出刹车 踩到底以后 再调节前后的角度 咱们把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的 这个弯度啊 大家看一下 中间这个角度 调节到110度 最为适宜 那如果说角度太大的话 咱们的脚才不下去 角度太小 咱们的腿啊 容易碰到这个转向支柱 所以说咱们前后 调节到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的角度 110度最好的 那么最后呢 咱们再去调节这个靠背的角度 一样是调节到咱们的啊 大腿和咱们的腰 咱们的背 110度左右 最舒适 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样调节好 这样的坐姿 打方向盘才能保持最好的状态 最后也就是说调节这个方向盘了 方向盘下方有一个扳手 大家看一下 咱们把它搬弄下来以后 翻盘就能这样进行一个上下 前后的一个调节了 咱们刚好把这个方盘调节到啊 在仪表盘这个镂空的位置 可以看到咱们完整的仪表盘以后 这就是咱们方盘刚好的一个调节方法 目前此时 咱们要把手臂自然向前伸直 手腕刚好搭在咱们这个方盘的顶端 这就是方盘坐姿最重切的调节方法 如果说你这个手腕啊 不能搭在这儿 说明咱们这个靠背啊 不是刚好 咱们往前调节一下 好 让这个手腕刚好搭在上面 这就是咱们这个坐姿 翻盘最正确的调节方法 这样我们调节完以后 双手握翻盘的 三点钟和九点钟方向 手臂弯曲的幅度才是最大的 不管你是往左转弯 还是说往右转弯 或者说是急转弯 我们翻盘 我们的胳膊都可以非常的灵活 对不对 接下来包地就给大家分享 四种打翻盘的方法 第一种也就是说修正法 这也是很多新手刚开始上路 难以把握的一点 不管是我们的车辆跑偏了 或者说我们遇到前方突然有个障碍物 新手一般的操作都是啊 这样猛打翻盘 对不对 这样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旦我们这个车速过快 很容易甩尾或者说侧翻 特别是在高速上 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车子跑偏了 或者说压线了 那么我们就只能啊 少打少回 缓打缓回 慢慢的去修正 让我们车子啊 尽量保持一个直线行驶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车辆行驶更稳啊 更加的安全 对不对 第二个传递法 这个方向盘的打法 我相信很多司机在家校都学过 一般教练教的啊 都是这种方法 这个方向盘啊 大家看一下 这样传递法 对不对 这个方法 不管我们是在转大弯也好 转小弯也好 我们打方向盘都需要连续的去转动 对不对 包括进入环导时 弯很长 却并不急 咱们这时就可以用到传递法了 也就是说在转弯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想要左转弯 我们就可以啊 一传一地 一传一地 这样慢慢的进行 飞方向盘也是一样的 这样整打整回 一传一地 协调进行 用力均匀 这样咱们在转弯的时候 才能让车身更稳 可以说非常适合咱们新手 这样啊 一传一地 一传一地 一个手传 一个手地 一个手传 一个手地 这样咱们在转弯的同时 可以让车身更稳 非常适合咱们新手 第三个就是交叉法 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啊 用的最多的一个 不过需要你对车辆有一个持感以后 你比方说我们左转弯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做到怎么样去打方向盘的 大家注意看我是怎么打的 比如说我要左转弯 那么我就啊 大家注意看 右手推 左手接 右手推 左手接 这样打方盘是不是非常的灵活呢 如果说我们要右转弯的话 我们右转弯就用左手推 右手接 左手推 右手接 这样也是非常灵活 对不对 回方向也是这样 这个方法不管是载路转弯也好 还是说转大弯也好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交叉法 但是啊 这里有个误区 咱们千万不要啊 这样交叉打实 推的这只手 你在方向盘上不放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左转弯 我们右手推的同时 你在方向盘上不放 这样啊 就很容易形成啊 你的胳膊 两个胳膊交叉 对不对 这样你的两个胳膊就像打架一样 一旦因为你这样啊 你的方向盘打不及时 很容易发生事故 这就是暴力一开始给大家演示的死亡交叉法 两个胳膊像这样 像打架一样 这样很容易让你打死方向盘回不去 新手一紧张就容易出错 记住是一传一地 两只手啊 你不能说同时在方向盘上去发力 记住啊 是一传一地 大家看一下 往右打 我的左手发力 我们打到对称的位置 尽量往下多拉一些 右手接对称的位置 这样往下一拉 左手再接对称的位置 再往下一拉 这样 右手再接 我们记住啊 是你不能两只手同时发力 往右打也是同样的 往左打也是同样的 我们右手发力 直接拉到下方 我们的左手接对称的位置 这样往下一拉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交叉打 连贯起来打的话 就是这样啊 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是交叉法 我们不能两个手同时在这个方向盘上用力 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两个胳膊 互相打架 接下来第四个 单手打方面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能说90%的司机朋友 都会 但是暴地啊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存在安全隐患 也就是暴地啊 现在用的这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 一个手再这样戳方案排 对不对 用手掌去戳方案排 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操作 其实这样在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啊 你这样单手打是没问题的 但是遇到交通状况比较复杂的路况时 或者说高速快车时 很容易脱手发生事故 毕竟啊 如果说夏天开车 天气比较热 你的手心很容易出块 或者说咱们冬天开车 你开的暖气 你的手心也容易出块 对不对 这样你的手心出块 就很可能啊 说造成一个不小心 脱手了 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危险 那么暴地 建议大家想单手打方案排的朋友 可以试试暴地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咱们在单手操控方案排的同时 你的另一只手这样始终虚放在方案排上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因为你的造子手不小心打滑了 我们另一只手可以瞬间接管方案排 你觉得暴地说了对吗 开车的时候啊 啥都是安全才是第一位 不要怕麻烦 习惯成自然 最后暴地 提供大家一些打方案排的误区 咱们握方案排的时候啊 很多新手可能说因为紧张的缘故啊 于是两只手总是这样死死的抓着方案排 胳膊也是非常的用力 你这样握得太紧 两个胳膊就非常容易僵硬 身体的协调能力也会下降 对不对 所以咱们两只手 轻握方案排的两端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是咱们这个大拇指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大拇指 很多朋友啊 总是这样 两个大拇指 环道紧扣这个方案排 对不对 这样也是不对的 因为啊 这样我们在急打方案排的同时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你打的比较急 我们很容易啊 因为这个大拇指 你扣着这个方案排 伤到大拇指 或者说延误 我们打方案排的时机 所以说我们正确握方案排的姿势 就是说握住三点钟和九点钟的方向 我们的大拇指 自然放在我们的方案排上 这样才是最正确的一个 控制方案排的方法 怎么样朋友们 你学会了吗 如果说觉得暴地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欢迎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 暴地不求点赞 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伞利事故 让我们一起传递 正能量